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網路版的現代啟事錄 我是珍珍 還有我們的炫哥 嗨 主持人好 哈囉 炫哥 聽到端午節要到了 就知道要吃粽子 華龍舟還有要換季 那炫哥 你們家咧 我們家一定要吃粽子 因為這樣才有儀式感 過足了這個端午節的儀式 看華龍舟一定要玩下去看 但是疫情的關係可能看不到 很可惜 不管怎麼樣 儀式感一定要做主 那所以我們這個儀式感裡面 就有這個吃粽子 大家都覺得說吃粽子 是要紀念屈原投蜜羅江 那屈原他到底為什麼要氣到跳河 其實他的氣到跳河 其實因為傷心 因為他在楚懷王 楚寢香王的時代 都不受重用 開始是受重用的 但是因為受到一些震言 就是有人去重傷他 所以軍臣之間就相處了 就有問題了 他就被放逐了 可是放逐了以後 他看到後來看到國都被攻破 他心裡頭是非常非常的難過 傷心 所以後來就因為這樣子 就投江之金 有人說屈原跟楚懷王 好像一對同性戀人一樣 誰都不能少了誰 那難不成他們真的有什麼愛情故事吧 我們一探究竟 這個漢書的作者頒布就說 屈原這個人呢 是露己陽才 什麼意思 就是說太喜歡表露自己 那麼太喜歡張揚自己的才能 極限前279年前將白起率秦軍七萬精兵 嚴漢江東下公處 昌區植入漢水流域 直抵楚國第二大都燕城 由燕城距離國都影體近 於是褚軍集結數十萬重兵於此 白起大軍受阻就關不下 攻勢遭挫的白起 之時候他想到水攻淹城 因为在附近有条蛮河 于是白起秘密派人 到淹城西边百里处 逐百里长渠去水 这条渠后世称为白起渠 等到水满之后 白起下了宣派死刑的命令 士兵掘开渠道 暴水直接冲往淹城 由于大水来得突然 楚国数十万军民 就被滚滚洪流给吞噬 成为人间领域 隔年白起不能楚国传席 率兵攻陷楚国引督 楚起襄王被迫迁都一成 这一消息传来 被楚王流放的屈原 被从中来 奋额头蜜罗将自尽 结束了他六十六岁 多揣的一生 举世皆主 我我独情 众人皆罪 我独小 其实屈原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他内心是愤恨与无奈 因为若是楚怀王 和他的儿子楚起襄王 不要误信小人之词 接受他的劝谏 楚国不会沦落至今 怀王也不会被秦国欺骗 克死异乡 只可惜 夕原前二九六年 楚怀王死在秦国 秦国把一体交还给楚 楚人皆莲之 如悲情戚 他的嗜好叫怀 为什么 因为大家怀念他 会想念这个国君 到了整个秦世 到秦朝末年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楚怀王 那是他的孙子叫雄心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楚国人对楚怀王 是多么地想念 虽然他去世十几年后 楚国就被灭掉 可是大家还是很想念他的 楚怀王的死 对屈原打击非常大 他后来还写了一首招魂 希望楚怀王能够安息 灵魂啊 回来吧 西方有灾难 留下千里爱 外面还有无望的荒野 回来吧 屈原对楚怀王如此情深意重 即便怀王到后来非常不喜欢他 但是他还是忠心耿耿 我们可以从他不得知识 所显的女骚 可以看出屈原把君王 视为爱人 诗词缠绵悲涩 也指了有不少学者认为 屈原与楚怀王是恋人的可能性 他对楚怀王这么的一个如影水形 我一生就盯住你 我一生就怎样 大家就有这个传说说 那他跟楚怀王之间 是不是有一个关系在 说实话 我们现在看也许荒诞 但是在那个时候是有可能发生 因为这个喜欢喜爱的情况 在王族常常发生 男色跟女色是同样地位的 同样的有可能发生 但这2400年前的真相 后人也仅只能溢测 不过根据史记司马迁的记载 屈原的遭遇在我们现代来看 就像是说真话的喜鹊 变成一只不讨喜的乌鸦 而他的人生起落 就得从他高贵的出身说起 屈原的家世 他是楚国的贵族 那我们知道说楚国姓米 这是他的一个母姓 他的姓氏 但是屈原为什么他姓屈呢 是因为他是楚武王的儿子 叫做米侠 被封到屈这个地方 后来就以屈为室 不仅如此 在当时楚国的三大贵族 屈 井 梢 三家 屈原还具有屋的身份 担任祭司 屈原曾经在离梢里面 提到自己的家世 说是太阳神高阳的敌传后裔 也就是天上大巫 祝龙的子孙 除此之外 他也说自己的法名叫郑哲 法号叫林军 那这两个名号 都是楚国巫师的法号 可见得屈原 对自己大巫师的身份 非常的引以为好 屈原有着良好的血统 加上丰富的血氧 深得楚牌王的赏识 虽然很多史书 都把怀王描写成贪财好色 但事实上 当他接收祖父楚宣王 与父亲楚威王 创下了宣威之志之后 将楚国国力再推向巅峰 他即位的第五年的时间 他就因为以魏国的公子高 在他们的院当人士 他还附送公子高回魏国 这地方跟魏国打了一仗 就是湘宁之战 湘宁之战里面夺下了 魏国的八个城池 那这八个城池来讲 就壮大了楚国的阵营 想要有积极作为的楚牌王 在他掌政之后 发现到政令并非完全由他掌控 个性贵族间的势力盘根错节 凡是还得与贵族们协调 方能推动 楚国要改革很多事情 第一个就是他的那个既得利益者 贵族 因为当时的战国时代的兵的征收 一定要靠贵族去征收 战国有些当然是王自己征收 但楚王还是要靠贵族去支撑他的权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找上了屈原来辩法 那么为什么任用屈原 第一个屈原本身就是贵族嘛 第二个就是屈原的个性 屈原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的耿介 为了表达我对国家的热爱 我不惜得罪任何人 当然我也不会受到所谓利益的这种引用 接下变法的屈原内心也清楚 这条变法路凶险 因为楚道王时 而且变法早有先例 逼得那些既得利益的贵族们 搞起谋杀政变 楚道王利用吴起来进行改革 剥夺贵族权利 那此举让贵族们偷偷联合起来 买通宫中内侍 在楚道王的饭菜内下毒 所以让身强体壮的楚道王 在短短数月之内 或病不起 最后无生无息而死 然后那个吴起也跟着 也被害死 然后他是被万箭穿星 那吴起很聪明就是 躲到楚王的这个灵旧附近 结果他的楚王的大体 也被这个弓箭射杀 所以后来即位的楚树王 是很聪明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有射杀 射中楚王身体的人 就全部处死 这叫大不敬 就是把这个旧家族的势力 做一个清洗 可是等到这件事情过后 楚国的势力 因为盘根错节 所以没有多久他又恢复成为 像是过去社会那样 但吴起的教训 在楚怀王还有屈原来看 只要楚国能富强 魏族的反复并不算什么 西元前319年 左途屈原 与40岁的楚怀王密室会谈 屈原的富国强兵之际 根据实际这个屈原甲生列传上的记载呢 当时屈原呢 担任这个左途的时候 左途的官员这个官位 大部分就是来说可以是 仅次于宰相另颖的 这个时候他还不到30岁 他积极辅佐楚怀王变法图强 那内容大致分为6点 那这6点分别是 奖励跟赞 选贤宇能 夏勤尚达 严禁结党 还有赏罚分明 以及遗风易俗 那其中的夏勤尚达跟严禁结党 当然就是为了要解决三大家族 去把持朝政的问题 壮志满满的屈原规划着变法内容 脑中梦想的楚国富国强兵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一天有人打破了他的梦想 当时屈原在变法的时候 他在自己的家里边 有一间书房是一个密室 连家人都不能私自进来的 可是有一次上官大夫来访 没有经过通报 就直接登堂入室 而且就冲进这间密室 把屈原在桌上的东西 就拿起来看 当时上官大夫是假装说 不知道屈夫子又写了什么诗篇 其实这些所写的 就是屈原将要实施的 新法的一些法令内容 结果上官大夫看了以后 就磨记下来 但是嘴上还是说 这原来不是诗篇 真是不好意思打扰屈原夫子了 但出人门的上官大夫 却直奔楚怀王处 把他看到的机密内容 跟楚怀王说 楚怀王因此大怒 认为屈原故意泄密 但却没有想到 这一切都是上官大夫的陷害 由于楚怀王身边 不断有人讲屈原坏话 怀王虽有不满 但还是继续让屈原着手变法 不过从屈原后来会变成乌鸦 最主要还是外交上的问题 因为面对虎狼之士的秦国 楚国当时分成两派 亲旗派与屈原为首 亲旗派则与楚怀王的小儿子 自然为代表 但是屈原立主早在楚威王时代 威王曾说 请虎狼之国不可亲眼 所以楚国得合纵抗秦 获得楚怀王认同 所以屈原认为当前之际 应该是齐楚要结盟 屈原初始期之后一年 由于各国之间有了合纵默契 于是西元前318年 就在楚国举行五国合纵大典 因此在西元前318年 所谓的颖都大会 那么屈原还做了这个九歌 记录当时的盛况 九歌虽然它的名字有一个九 但其实它一共有十个乐章 分别祭祀是九位楚国特有的神仙 九歌其实是歌颂这九种不同的神秘 也就是从天神开始 东皇太医 乡君 乡孤人 少师命 大师命 少师命之类的这样 所以你在什么时候会歌颂你的祖先 歌颂这些神明 那就是要打仗 所以九歌在颂战这些神灵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对战争某个程度的期盼 希望能够打成仗 在这场会议上 楚怀王被公推为纵约长 约定好六国一起攻打秦国韩古关 不过六国并不齐心 真正出兵只有韩赵魏 反遭秦军击败 斩杀联军八万两千人 红红烈烈的反秦联盟战争草率收场 楚怀王的国际威望大受损失 而经此一战 秦国更加深刻的认识到 楚国和齐国联合将是秦国东进的最大障碍 楚怀王经此意义 在诸侯国中声望大减 而当初鼓吹合纵抗情的屈原 实行变法改革短短三年 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 所以贵族们也想尽办法 要在楚怀王面前陷害他 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般贵族 经常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 那你也知道挑拨的人多了 那楚怀王就难免会听信 所以对屈原也就不再那么的言听计从 屈原远离了权力中心 但贵族们却还不松手 男后郑秀也设计陷害 上官大夫跟郑秀 他们又安排在西原前 大概三一三年左右 又安排了一场歌舞表演 那么这场歌舞表演是九歌 按照屈原所设计的 所以按照屈原所设计的内容 当然屈原要到场进行歌舞的指导 那么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排演的时候 男后郑秀突然间觉得体力不支 就突然间要晕倒 那么屈原当然就近了 就扶住了这个男后郑秀 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 刚好上官大夫了 进上了 就带着楚怀王也来观赏这个彩排 那么楚怀王一看 竟然男后郑秀倒在屈原的怀中 那么屈夫子实在是行为不检点 所以楚怀王大怒 为了这个事情 也导致后来楚怀王 把屈原的身份官职 由左徒降为三驴大夫 那么三驴大夫当然其实也很重要 不过就等于已经疏远了政治中心 而只是掌管一些贵族的教育 礼节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屈原等于说 已经是受到楚怀王的排挤了 其实楚怀王的宠妃男后郑秀 是一个非常坏的女人 其实我们看郑秀这个人 她这个美女没有说 楚怀王后来娶一个女人 叫这个魏美人 她很嫉妒 女人之间就是看美貌嫉妒 她就告诉我们说 楚怀王有这个狐臭 但楚怀王喜欢人家 把鼻子遮起来的那个美感 是这样 谢谢姐姐悉心指教 是妹妹聪慧 那般这样好了 你就把那个鼻子遮起来 这样的美感就好 那楚怀王可能有狐臭 但他很讨厌人家 你是美人 你要跟我姓 你共鸣的人 你这样把鼻子遮起来 就嫌我吗 是不是因为这里有一股 让你难以忍受的恶臭 大王说笑了 那你为何睁睁言言 大王 到这个时候 你还敢捂住你的鼻子 来人 大王 把这个矫情的贱人拉下去 割了她的脚鬼的鼻子 大王 圆满了 就把那个魏梅的鼻子给割掉 这里就达到墓地 一割掉 女人不管怎么样割掉 身上就毁容了 这里就又重新回到第一所谓 不过对屈原伤害最大的 应该是秦国相张仪 她是魏仁 早年为了囚冠 曾在处朝阳君满下当门客 结果却因为涉嫌偷窃 惨遭殴打 张仪过去在楚国的时候 她那个时候非常的落魄 所以曾经在这个宰相 朝阳君的家中 那么曾经住过当过这个门生 那么有一次 朝阳君一块玉璧丢失了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天上刚好是打了雷声 在一片混乱之中 突然之间这个玉璧找不着了 所以大家就诬赖张仪 说因为她家贫 所以人穷至短 就是她偷的 那么张仪遭受了严刑拷问 可是她就是不肯承认 她偷了这个玉璧 这块玉璧也就是合适璧 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是不了了之 所以张仪后来投奔到了 秦惠文王这边 但是这个事情让张仪 从此记恨楚国 俗话说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西元前三年张仪来处 首要的目的就是 破解齐楚结盟 那当时张仪认为说 六国联盟是以 齐楚两国最有分量 只要这两国不合 联盟也就等于是秒受散 因此他建议秦王 趁楚国内部不合的机会 想办法拆散六国联盟 那秦王答应了 于是张仪亲自初始楚国 先是联合贵族除掉 楚怀王身边的亲信 也就是屈原 再说服楚跟其断交 于是屈原也就在这样的 内外交间之下 失去楚怀王的统姓 那楚怀王觉得这块地过去 确实是楚国的 后来被秦国是强占的 所以现在要归还 理所当然 但是当时屈原就劝见楚怀王 不要相信张仪 可是楚怀王相信了 还赏识了张仪 派了使者跟着张仪回到秦国 想要取得这块商务之地 但张仪回国之后 三个月称并不见使者 那楚怀王听到使者回报 认为张仪是怪他跟齐国绝交 不够彻底 所以加码派人去羞辱齐王 骂到齐国人的火大 你给我断交就算了 你给我给我做普通就算了 你不要骂那么难听 所以两边就怨恨 所以这个楚怀王知道自己被戏弄 非常的气愣 曲该挺令 获将在 连夜罚勤 决一死战 不肯要将张仪 碎尸万蛋 pourtant 请安心 请 Bennys 订阅